詞曲 李宗盛 你生命的話語 寫明你心 親愛生靈 叫我生命知道 開我眼使我看見 提升我的靈 是我歡唱你的話 是我的在自由遊戲的生命 我需要 我需要 你生命的話語 reveal to me Holy Spirit teach me your ways of life touch my eyes so I can see lift my soul so I can sing again say the words so I can live again just by your words speak to me speak to me I need your words alive touch my eyes so I can see lift my eyes so I can see lift my eyes so I can see you say the words so I can live again just by your words speak to me speak to me speak to me 我是癢的生命的话语 speak to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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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on't you speak why won't you speak speak to me 我需要 i need you speak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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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can see do you speak to me speak to me so I can see 我们愿意圣灵祢来向我们说话,愿意圣灵祢来充满我们的内心, 祝我们愿意成为一张的白纸,我们完完全全是倒空自己, 我们愿意祢来充满我们,愿意祢将祢的说话写在我们的心, 刻在我们的身上,很叫我们时刻去谨记,时刻去敏记祢的说话, 也让祢的说话来去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祢所喜悦的器皿,成为祢所喜悦的疑慮, 主啊如果我们耳朵是有听得不清楚,我们耳朵未去听祢的说话, 求祢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祢给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祢的跟前,主啊这一个是开始, 愿意我们能够更加去尽心,更加来到去投靠祢, 因为祢说投靠祢的人,亲近祢的人,祢必定来到亲近我们, 祢必定向我们去显明祢的说话,主啊就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福祢有德性的名,阿们。 诗篇119篇137-144 耶稣基督,祢是公义的,祢的判语也是正直的, 祢所命定的法道是贫公义和致性, 我心昭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你的话极其精灵,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 却不忘记你的分词,你的公义永远长长,你的律法尽都真实, 我遭以犯难受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道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似我无成,我就活了。 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此刻求你来到去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 求你去提升我们的灵,以致我们的生命能跟你契合, 我们完全地被你去到占据,融化,以致我们真任在你美丽,公义,誠实的说话里面。 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公义,所以你所说的每一句说话,都是正直顺存。 你的法道是公义,自成可信。 天父上帝,你的应许也必定实现。 所以即使我们是微小不配,即使我们是被世人痴笑藐视, 但是我们却是不会忘记你的分词。 当世人在追逐世界的智慧,世界那些虚荒飘渺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单单是依靠天父上帝,你公义,圣洁的话语。 在你的话语命令,法道,律例里面,我们得着满足。 我们要赞美你,赞美你就是那个永远常存的主。 你的法道也是永远公义。 天父上帝,此时此刻,求你赐给我们五胜。 赐给我们灵里面的聪明智慧,一个开放的心, 来到领受你的说话,以致我们得到存活。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唯独你的说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 我们就赞美你,感谢你,跟随你。 听我们的敬拜,是奉主耶和华之名以求。阿们。 以西结书十八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以色列人,为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道呢? 这句俗语呢? 主耶和华说,我凭我的永恒起誓, 你们在以色列必定不再用这句话。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我,父和子都是属于我。 谁犯罪,谁死亡。 倘若有二人秉公行义。 不在山上的庙宇里吃祭物。 不拜以色列的偶像。 不颠污别人的妻子。 不亲近荆旗里的妇女。 不欺压人。 反而退还债户的抵押品。 不抢夺财物。 反而被饥饿的人吃物吃。 被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 不放债取利。 不犯罪作恶。 反而公平待人。 遵守我的律例。 信从我的典章。 这样的二人必定能够活着。 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 倘若这人生了一个不肖子。 凶残暴雷。 杀人抢劫。 无恶不作。 尝在庙宇里吃祭偶像的物。 颠污了其他人的妻子。 欺压贫穷困苦的人。 抢夺财物。 透流债户的抵押品。 制败偶像。 犯罪作恶。 放债取利。 这样的人还能够活着吗? 他必定不能够活着。 他作恶多端。 必定自取滅亡。 抵上自己的血债。 倘若这个不肖子。 有一个好儿子。 他看见父亲的所作所为。 不愿报父亲的后尘。 不肯在山上吃祭偶像的物。 不肯拜以色列的人的偶像。 不肯颠污其他人的妻子。 不欺压其他人。 不扣留抵押品。 不抢夺财物。 反而被饥饿的人食物食。 被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 不欺压贫穷的人。 不放债取利。 反而遵守我的典章。 迅从我的律例。 这个人必定不会因为父亲的罪恶而死亡。 他必定活着。 他父亲因为肆意欺诈。 掠夺同胞。 多行不移。 必定自焦灭亡。 你们会问。 儿子为什么不能承担父亲的罪恶呢? 这个因为儿子秉公行义。 紧遵我的律例。 所以他必定能够活着。 谁犯罪,谁死亡。 儿子不能承担父亲的罪恶。 父亲也不需要承担自己儿子的罪恶。 义人必有善报。 恶人必有恶报。 恶人若狠痛改前非。 遵守我的律例秉公行义。 就必活着。 不致死亡。 我必定不再追究他以前所犯的一切恶行。 他必定因行事正直而活着。 主耶和话说。 我无疼喜欢恶人死亡吗? 我豈不是更加愿他们痛改前非, 并且活着吗? 义人若若气善行恶, 和恶人同流合污, 这些人豈能活着? 他从前的义行不会被纪念。 他必因自己的背信和罪恶而灭亡。 你们说,主这样做不公平。 以色列人, 你们听着, 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 还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呢? 倘若二人离异行恶, 他必因犯罪而死。 倘若恶人离恶行义, 他必定能救回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醒不过来, 痛改前非。 必定能够活着, 不致死亡。 以色列人却说, 主这样做不公平。 以色列人, 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 还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呢? 所以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 我必按你们各人的行为审判你们。 你们要悔改, 痛改前非。 使你们不致死在罪恶中。 你们要离弃从前所有的恶行, 洗心革命。 以色列人, 你们何必走向灭亡呢? 主耶和华说, 我断不喜欢任何人死亡。 你们要悔改, 以便传活。 你要为以色列的首领唱爱歌, 说, 你的母亲似什么? 她就好像狮群里面的母狮, 我在红壮的狮子中养育幼狮。 她养大一只幼狮, 使她成为红壮的狮子。 她学会了捕食、吃人。 列国的人知道之后, 就切陷阵捉住她, 用勾子拉到埃及。 母狮盼望着她回来, 眼见只望落空, 就又育养一头幼狮, 使她成为红壮的狮子。 她出入狮群, 学了如何捕食和吃人。 她移平列国的堡垒, 使他们的成衣淪为废墟, 遍地都因为她的咆哮而震惊。 于是,列国就从四面围攻她, 切网络捕捉她, 她落入她们的陷阱。 他们用勾子勾住她, 关到囊里, 解送到巴比伦王那里囚禁起来。 于是,在以色列的山岭上, 再听不见她的咆哮声。 你母亲就像葡萄园中的一伙葡萄树, 栽在溪水旁, 枝繁叶茂, 火石雷雷。 因为水源充沛, 她的枝子粗壮, 可以作黄的像, 她的树岗高大, 直插云烧。 枝叶茂密, 远远可见, 但她被憤怒地连根拔起。 雕在地上, 东风吹干了她的果实, 粗壮的树岗截断枯干, 被火焚烧。 现在,她被栽种在干旱的旷野, 但火从枝干蔓延, 烧毁了她的果实, 没有留下一根粗壮的枝干, 可作黄的像。 这一首是爱歌, 亦必容作爱歌。 亲爱主, 你是那位公平、公正、公义的主。 主有你, 曾经向以色列人, 颁下一切的律例、 界明典章, 无论是出埃及的时候的十届, 到随后, 你都是颁布各种生活上的细则指引。 你很清楚, 很具世无为的, 告诉以色列人听, 他们怎样来到去过生活的时候, 就是蒙福,蒙你的祝福。 怎样不按着你的手则行事的时候, 就遭遇这个咒座。 上帝, 你在旧约的时候, 就让这个律例、 界明典章, 来指引你的子民百姓, 叫他们过一个信从、 信服的生活。 透过这样的时候, 你都让他们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因为你知道人的心是偏离的, 人的心是远离的, 所以你也都在律例、 在界明典章背后, 你给人有很多的恩典、怜悯, 被人跌倒之后, 有机会来回转。 就正如你所说的, 在这个经文里面, 就是说, 若是恶人, 愿意离恶行善的时候, 必定能够得到你的怜悯。 相反, 那些原本是异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律例、 界明典章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成为一帮被咒了的人。 主要今天, 你再一次来去提醒我们, 你颁布的律例、 界明典章, 你在新约里面, 你将这一切的律例、 界明典章, 总结为, 我们要去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神, 和爱我们身边的人, 就好像爱自己的一样。 主要因为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 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新的领会, 能够明白,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绝对不能够去遵守一切的律例、 界明典章。 而上帝你又是那位公平、公正、公义的主的时候, 唯有我们当去信服在主的面前, 去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和联敏。 在你的恩典、联敏底下, 我们去回应你, 我们去尽我们的能力去信从你。 这一个就是你拯救的意思, 你那个的联敏的意思。 主要今天, 愿意爱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按住你的心意, 来走这条天路, 虽然是一条窄的路, 虽然是很多的世人, 不明白你, 不愿意跟从你的人, 他们不选择的路,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选择的时候, 是蒙福的。 当我们去信服你的时候, 我们愈发可以经历到上帝你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能力给到我们, 可以来到更加去信服你, 更加去走这条蒙福的道路。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联敏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是走错了的, 我们是不明白的, 我们没有去信从, 没有去来到信服的。 主要求你赦免我们, 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不相信, 我们去按你心意去走的时候, 就是能够过着最丰盛的生命。 主要这一切都是一种的不信,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信服的表现。 主要求你联盟, 改变我们, 不断更新我们, 每一日, 一点一滴的, 让我们更加靠着你的恩典联盟, 用圣灵的大能,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 復活有德性的名求。 阿们。 希伯来书九章一节 旧约有敬拜的礼仪和地上的圣幕, 建成了一个圣幕共分为两间, 外面的一间称为圣所, 放了灯台、桌子和圣饼。 在第二道万子后面那一间叫做至圣所, 里面有纯金的香坛和包着金的约柜, 约柜里面珍藏着庄玛娜的金冠, 阿伦那些法国牙的手杖, 和两块刻着十戒的石板。 上面有荣耀的基劳伯天使, 张开翅膀, 盖着约柜上面的诗恩座。 关于这些事, 现在不能够一一去讲。 这些东西都齐备了, 祭司他们就经常进入圣所, 举行敬拜。 但是, 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每年一次的, 独自地进入至圣所, 而且每次都要端着血来进去, 为自己和以色列人的过犯献赏。 圣灵藉着这件事指明, 只要头一个圣幕还在, 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未开启。 这件事是一个象征, 说给现在的世代知, 所欠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使得 敬拜的人良心存存。 因为这些不过是关于饮食 和各样洁净礼仪的外在规条, 等到新秩序的时代一到, 就不再有效了。 亲爱主耶稣, 我们要感谢祢, 祢就是那个来到为我们去建设新秩序的那位 圣灵藏。 主啊, 因为祢的摆上, 一次的献祭,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被这些的旧规条, 旧的移民来拘禁。 天父上帝, 你就是那个去释放人, 离开罪恶, 完成你这个圣灵的主。 天父上帝, 我们看到, 不论在旧约的历史的时候, 或来到新约的时候, 主啊, 你都是那个为人去设计, 去完成的那个主。 无论是我们的祖先, 他们这帮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那里漂流, 你给他们很清晰的指引, 如何去见回幕。 或去到这个犹太人, 他们去见圣殿, 所罗门建筑的圣殿的每一个的细节。 天父上帝, 你都是很清晰的去指引给他们知道。 因为我们这帮在罪恶之中的世人, 我们本来根本是不可以去亲近敬拜你。 但是你却是给人有各种的方法, 只要我们去信服细心的跟随, 我们是可以去亲近你。 亲近你这个圣结, 完全大有能力的天父, 我们的君王。 主啊, 没错, 我们即使是祭司被你拣选的, 我们都是大罪的人, 我们都是大罪之身。 即使是至高的祭司, 去侍奉你的人, 他们都要端着血, 去结净自己, 结净人民。 我们才能够去亲近你这个圣结的大君王。 但是今天, 主耶稣已经成为那个大祭司。 祂一次的献上自己的血, 用祂的血去结净我们所有人的罪。 祂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新药, 以至我们不需要胆, 心惊, 胆战的, 去到至圣所的面前。 我们可以因为爱, 主的爱的缘故, 我们不再惧怕, 来到主你私恩寶座前。 主, 我们感谢你。 耶稣,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个新秩序。 但是今天,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去轻视这个新秩序。 我们不要以为, 主耶稣, 你已经一次摆上, 我们就不需要再警醒谨慎。 因为, 主啊, 我们知道, 这一个是用重价买回来的新秩序。 帮助我们, 能够真而重之, 也都懂得, 尚尚用感恩的心去回应你。 因为, 这一个是无价, 是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多谢主, 多谢基督, 你为我们的摆上。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復活之命而求。 阿们。 珍言二十七章十节,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想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论舍, 强而言方的弟兄。 亲爱主, 亲爱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设立教会, 你也是让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来到彼此的来到守望。 神啊, 求你都让教会, 特别三孙家, 在一个后疫情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 真是能够活出那个团契的争议, 就是我们生命彼此的相连, 我们愿意和我们弟兄姊妹去同行, 我们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人生里面各种的处境, 主要我们愿意成为同行的, 我们也都愿意和我们弟兄姊妹, 去彼此分享我们的生命, 无论是物质上, 无论是我们的时间上, 关怀上, 以至到在讨告上, 行动上, 主要求你去使用我们, 成为一帮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明灯, 当其他人见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也都是被吸引, 因为我们能够去发出生命里面, 从主耶稣而来的新的生命, 有一个被人去吸引的生命, 主要记念到我们很多的肢体, 仍然在各种的困难, 考验,疾病的当中, 记念到Albert, 他现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越来越困难, 他身也都转不到, 他吃东西也有困难, 主要求你联敏, 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 也都让Albert能够得到安慰, 主要还有我们其他的肢体, 愿你都记念, 主要为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 去关心我们的轮舍, 无论是一些已经信主的, 又或者未信主的朋友, 以至到亲友, 神求你去祭祝, 无论是Alice, 她身边的一些旧朋友, 旧同事, 主要求你都借着她, 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同样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因为你就是猜派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 里面就有主耶稣而来的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从你而来, 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吸引力, 所以就求主你给弟兄姊妹, 我们放胆为你去作见证, 我们在生活, 在言语, 在行为上, 我们成为一帮的弟兄姊妹, 是活出这个爱人如己的道理, 主要我们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 復活有德性的名, 阿姆。 11月8日, 灵修思考问题, 诗篇119篇, 140-143节, 你的话极其精练, 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我微小,被人藐视, 却不忘记你的分辞,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 你的律法尽都真实, 我遭遇患难仇苦, 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 詩人在被人藐视, 和遭遇患难仇苦里面, 有什么领受? 他以什么态度去对待上帝的话缘呢? 和遭遇患难仇苦里面, 我们的弟兄姊妹, 能够在三孙加利亚聚集敬拜。 我们一起走进, 你所爱的属灵大家庭。 主啊, 你认识这间教会, 你都明白, 教會有很多面對的衝突挑戰 就是我們現在都是在這個後疫情的時候 教會已經開始了實體聚會 但是還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沒有來到教會 跟我們一起聚會 我們都圍到那些住在三藩市附近的弟兄姊妹祈禱 讓他們很快的來到教會 來經歷我們一起相聚相交 彼此勉勵互相扶持祝福的溫馨的團契 我們都為了住在院方年長的弟兄姊妹祈禱 希望他們可以在網上一心一意的聆聽 每個星期神所恥福給牧者的信息 堅定甚至追求神的懷疑 日同心合意的為教會的時供祈禱 雖然我們在地區上面我們是有雙隔 不可以每一個星期都能夠見面 但是我們愛神愛教會的心是一致的 我們肯求神保守教會 演離世俗的結黨和紛爭 叫我們專注你的大使命 此給我們真理和傳福音的勇氣 主耶穌說求你憐憫你的教會 上以我們同在 顯明你的旨意 讓我們教會成為三藩市 獲國家的祝福 成為恩典神跡充滿的地方 Amen 行出你的吩咐 興起萬民作門徒 我們是這樣祈禱 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命 Amen 生死的 人生 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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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的